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耀耀 今天玩的一个挑战模式 这个是增加咱们的移动速度 但是是这种周围是黑夜的一个状态 捡了一把这个污姿 感觉它的射速真是挺快的 但是周围的敌人看不到 这个心里真是没招没落的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法师 但是我看网上好多up主都在说 这个法师是小脆皮不太好用 但是我觉得就是CD恢复的快 然后它的这个法术攻击比较强 希望用法师咱们能够取得一次通关的胜利吧 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虽然是皮有点脆 但是它的这个技能的群体攻击 就像这个一技能还是挺挺好的 挑战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三层的这个地牢 反正咱们先能往下走就往下走着吧 这个污姿射速真的还是可以的 虽然这个视频我是加速了 但是咱们要是正常情况下看这个污姿的话 子弹也是比较快的 虽然说伤害就是单发子弹伤害不是太高 但是这个射速的补充会给它带来一个惊人的一个输出 没有太好的武器反正在这些平民武器里头我觉得它就算可以的 很快咱们就来到1-3了 看看1-3里头的怪其实跟之前几个小关也是差不多的 这关主要就是一技的那关 然后咱们也是摸着黑先走走看吧 这局依旧是没有带这个近战武器 也是有一些狼狈吧 看看咱们能走到哪一步吧 这个枪的伤害挺高的 但是没有物资的这个射速快 能用技能的时候咱们也是不要忘了用技能 能把咱们的整体的输出给它提升一个高度 这是蝙蝠侠吗 这个就是雇佣的这个小侄 他会挑选枪 所以有时候好枪一定要留住了 你在观察枪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把你的武器捡走了 而且来一句这个枪好用 就是很烦人 之前就遇上过这种情况 这个已经1-4了 这有一只小猪 小猪不要了 主要咱们还是想依靠技能 其实小猪也是可以的 就是骑着一会儿能够帮咱们抵御一些伤害 毕竟它也是有血量的 敌人的子弹打的时候是优先去伤害这个坐骑的 散弹枪的威力也可以 而且这把还是一废的 如果有这个更多子弹的这个天赋的话 我觉得会更厉害 我花言巧语 之前很多大佬跟我说 这个花言巧语也是一把神级的武器 就是它打出去会有一个小范围的爆炸 而且它的射速是相当的快 如果这把枪要配合上增加射速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输出的新的高度 而且这个枪的优势就是它只有1费 但是不好的就是由于它射速比较高 没打出去一发子弹都算是1费 就在它这个一对狂乱输出的情况下 会给咱们的蓝量造成一个不小的威胁 咱们看一下碳号这块 它是要增加咱们这个随从的伤害 感觉还是行吧 咱们去打一下巨人 巨人的这个 虽然是这个黑暗的情况 但是咱们依稀还是能看到巨人的影子 它这个激光的攻击 还有下部这个弓箭的射击 给咱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 还有它这个子弹的弹弹弹 确实挺烦人的 感觉已经消耗跳它很多的血量了 咱们也是稳住了 啊 被干掉了 来吧 看广告也就看广告吧 再让我输出你一轮 至少咱们拿下了一个boss了 是不是 这把枪其实也挺好 但是反正咱们再看看别的吧 增加散弹枪的子弹数量 选这个吧 这关是骑士那关 这一关跟上一关相比 这些小怪的子弹输出 就这些弹幕会疯狂的增多 所以咱们要不要掉以轻心 重戎的卢 咱们不去重戎了 再看看别的 主要看不见敌人 这个确实是很难受的 就不知道咱们要打到哪一块 如果还有一些指向性不强的武器 就会对咱们 造成一个很大的误区 是不是 有的那种就是百分百命中的武器 在这种黑暗情况下 我觉得就会很爽 无论你站在什么位置 都能够打到敌人 好像我技能用早了 还没进屋之前 就把雷给放 还好的就是咱们这个法师技能 恢复的比较快 如果再配合上这个减CD的话 我觉得也是特别爽的 单体技能 就只用技能攻击 可能就会能够杀掉很多的这些小怪 这关最讨厌的 就是这个红色的史莱姆 它每次死的时候都会爆炸 炸出来很多的子弹 就是很烦它 又爆炸了 而且碰弹了毒桶 打掉咱们很大一半的护甲 生命药水先不喝了 看一看这个箱子是什么 光剑红 和一个那个什么骑士的枪 骑士之拳 这把枪也行 是一个散弹枪 主要咱们现在好的是有这个 嗯 就是这个子弹增多 散弹枪子弹增多 也是一个对于这些散弹枪来说 也是挺有好处 该捡的东西咱们不要落下 之前很多时候就是走着走把箱子忘了 这个就会很难受 哎呀被干掉了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